沟通不良 伤感情 话不投机 惹怒气 有关系 就没关系 哈喽 我是Kevin 欢迎大家收听 有关系 就没关系 今天呢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首歌 这首歌呢 如果你听过你会唱 maybe代表你有一定 跟我同样的这个年纪跟时代 当然不一定啦 因为这首歌后来也被再重新翻唱 然后因为当时这首歌 也是一个连续剧的主题曲 所以非常非常的红 它叫做守着阳光守着你 我特别是推荐的是 李建復跟潘岳云唱的 不过因为我只有一个人 所以我只好一个人 分四两脚来唱这首歌 守着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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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守着你 守着阳光 守着你 让我守着阳光 让我支起你的手 在等待的岁月中 我已经学会了 我已经学会了不绝望 守着你 守着你 我便守候住一生的阳光 梦境 梦境 会成为过去 一路黑夜 要多长 我认识那 最早期的迷信 守着阳 遥阳 遥阳下 你灿烂的熟悉 什么样的心愿 可以等候三世 什么样的记忆 可以永不遗忘 什么样的思念 可以不怕滞伤 怎么样的日子 可以让你不再流泪 让我不再欣赏 明镜会成为过去 一如黑夜要多长 我认识那最早期的明星 守着朝阳 朝阳下你灿烂的俗星 什么样的新月 可以等候三世 什么样的记忆 可以永不遗忘 什么样的思念 可以不怕沧桑 什么样的日子 可以让你不再流泪 让我不再欣赏 守着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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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守着你 好 刚刚大家听我唱 我不晓得大家听完的感觉如何 其实我自己在唱这首歌的时候 我是有很多很多的画面 跟很多很多的情绪在这个里面 因为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这首歌在当时 我走进这个教堂的时候 在我的结婚的时候 新郎通常是要先走 所以我先走到台前之后 转身 回过头 要迎接新娘进来 我的太太 当时我就是唱着这首歌 就像刚刚的歌词一样 我就开始先solo 守着阳光 守着你 让我执起你的手 在等待的岁月中 我已经学会了不绝望 守候着你 我便守候着一身的阳光 听说当时呢 我将对着在地毯 另外一端的新娘 现场有很多亲朋好友 我的大学同学也有很多来参加 他就说 听到我这样唱的时候 大家眼泪就哭出来了 好 可能是很感动吧 其实我也很感动 很感动是因为 坦白说 恋爱真是一件辛苦的事情 两个人要能够走进礼堂 这件事情就已经是一个 对很多人来讲 是一个很艰辛的过程 因为在恋爱的过程当中 虽然有很多的 这种很甜蜜的记忆 但是如果真的要走得比较深的话 绝对有很多的酸甜苦辣 所以那时候 当我们决定要走进到地毯的那一端 进入到亲密关系 婚姻里面的时候 其实这首歌 因为那时候就刚好是很流行的时候 我们就选择 共同选择了这首 守着阳光 守着你 然后我们希望这里面所讲的东西 也就成为我们的一个期待 就是我们希望 不会再让彼此心伤难过 我们愿意彼此带给彼此的是一个 幸福美满的生活 说起来很简单 但是做起来多么多么的不容易 所以当我唱完了之后 换我老婆唱 听说她有一点点走音 不过那个没有关系 并不会影响到这首歌 在当时对我们所产生的一个 重大的影响跟记忆 所以现在只要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 我就想到我们一起 在那个众人的面前 在牧师的正道 在上帝的这个面前 我们彼此愿意给彼此这样的一个誓约 只要有阳光 我会守着你 所以当我想到我跟我太太 陛下我们的这个交往的历程 然后走到婚姻 一直到今天我们已经二十六七年了 所以当初在结婚之前 我们也交往了这个算是快九年吗 九年的时间 所以我们对彼此是真的很 算是很全面很深度的了解 那我也真的希望 让每一对伴侣 不要那么冲动 就是不要抱持着一种试试看的这种态度 其实你要走路到婚姻 走路到亲密关系 是一个非常神圣 非常重要的 因为你在找这个终生的伴侣 你真的就像这个誓言 在婚姻的誓言里面所说的 不是只是现在眼前是英俊潇洒 美丽大方 不是只是现在看到我们年轻健康的状况 也不是因为对方的财富地位 而是我们真的愿意有一天 或许我们会生病 我们会老 我们会不再像现在的这样的一个状况的时候 我还愿意陪伴在你的身边 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彼此的誓约 有这样的一个誓言 我愿意这样子的陪伴的时候 当你走到这个婚姻亲密关系里面的时候 绝对绝对是面对更多的一些挑战 更多的一些必须要两个人一起去面对的 光是从第一天住在一起 不要讲别的 那个家事的分配就要开始面对了 那还有好多好多的柴米油盐酱醋茶 然后再加上如果有孩子的时候 哇那又更加的复杂了 所以很多的人都因为这些的复杂 这些的挑战 那就决定了就不要不要婚了 也不要育了 那就去养宠物了 其实这些东西 我觉得是很可惜的 因为上帝给人这样的一个伴侣 是从他一开始起初在创造的时候 他就知道 那个看那一人孤孤单单不好 所以他要造一个配偶 让他能够成为他的一个辅助 一个帮助 互相能够成为一个彼此的一个互补协助 所以其实在上帝创造的这个心意当中 人是应该要有一个伴侣的 然后呢 我们的孩子 虽然在面对现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 好像费用越来越高 的确 可是其实最困难的挑战 不是只是在那些花费上面 我们的政府现在比较采取的方式 就是增加补助 增加什么样的一些津贴 其实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是我们怎么样让我们的孩子 他们能够在我们的陪伴之下 他们能够找到一个正确的目标方向 然后能够有一天 他们一定会离开我们独立去生活的时候 他们已经准备好了 那这一些教养的这个过程 反而是我们在想思考说 我们要面对我们的孩子 我们的孩子要面对这样的未来的一些 不确定性的时候 所会去考量的 所会去思考的 所以很多人想一想 哎呀太麻烦了 太复杂了 算了 其实这个算了 这个决定呢 你可能会就没有办法去经历到 第一个 你没有办法经历到生命 从你跟你的另外一半 你们所产生的这一个 跟你们很像的这个生命的诞生 我觉得上帝给人这样的一个 生养众多的这样的一个功能 其实某种程度好像也让我们去经历上帝的创造 因为上帝在造人的时候是依照他的样式造的 唯有我们自己经历这个过程的时候 那个生命你会发现原来上帝的那个心意 他绝对不会希望自己造出来的会变成不好 他当然希望自己的孩子是能够跟自己一样 甚至比自己更好的 所以一个生命的产生这件事情 是多么多么奥秘的一件事情 然后在这个教养的过程当中 我觉得仿佛我们又重新的再去走了一次 从我们有记忆以来的那个小时候的历程 那有很多很多我们在以前我们的原生家庭里面 我们不清楚的一些事情 就在这个历程当中 我们好像又重新走过了一次 就是我们才仿佛去了解说 当今天我们也成为人家的父母亲的时候 我才了解当时我的父母亲 他们一定也是敬他们 想要敬他们最大的一个努力 给我们孩子一个最好的一个生活 想要给我们的是最好的 他们敬他们最大的努力 可是呢 往往想这么做 但不一定能够做得到 做得好 所以当我们自己成为父母亲的时候呢 我觉得重新再去看我的原生家庭的时候 那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眼光 所以我觉得当进入到这个婚姻 进入到这个家庭的时候 有这样的一个过程 有这样的一个历程 是我觉得对我来讲 是一个非常非常好 非常棒的事情 那回到我跟我的伴侣 我跟我的太太 我们并不是一开始真的像人家说的 好像从此就过着王子跟公主 幸福美满的生活 反倒是我们当我们住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要面对经历很多 两个人的不同 这个两个人的不同呢 就让我们有很多的一些争执 跟冲突的发生 所以 其实这些东西 在我们的成长的历程当中 至少在我的成长的历程当中 好像没有人教过我 没有人告诉我说 哎呀 你要怎么去跟你的另外一半 能够有一个好的一个分工 好的一个沟通 产生一个好的共识 然后我们能够一起的 彼此互相的来体谅包容 然后能够怎么样去 营造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 这件事情 似乎从来没有人教过我们 那可是呢 我们就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我就成为别人的另外一半 我们成为别人的父母亲 然后我们就这样子在做中 不断的学习 如果做中学的结果是 越来越好 那就算了 可是我们常常越做越错 然后越错就越挫折 然后越不知道该怎么做 很多的父母亲到后面就放弃了 然后另外就是跟另外一半的相处 也是发现 好像很多你理想上的东西 你做不到 那反倒是越来越累积 很多的冲突跟伤害 所以我还蛮庆幸的一件事情是 我在很早很早 就是在我跟我太太 其实我们在进入婚姻之前的 那个冲突啊 也是很多的 可是我们还是很勇敢的 去进入到婚姻 可是进入到婚姻当中 我们就发现那个冲突是更多的 所以我们绝对绝对要 赶快的去学习我们不会的这些事情 所以在那个结婚的刚开始的那几年当中 我花了一些时间 我太太也花了一些时间 我们其实是找了几对 以婚未婚的这些伴侣 这些抗力 我们一起组成了一个学习的小组 我们一起来学习 怎么去更多的去了解彼此 怎么样去能够营造一个 我们想要共同的那样的一个婚姻跟家庭 那后面的故事 可能我前面就已经有分享过了 我想其实后面 要不是我花了十多年 不断继续的去学习 其实成为一个别人的先生 到后来成为两个孩子的爸爸 我真的觉得这些东西 在我如果用我过去的那样的一个 不成熟很多不会的一些方式的处理之下 我都很难想象今天的我 还能不能守着我的太太 守着我的这个婚姻跟家庭 所以我想要跟今天有机会 听到这一集的听众朋友分享 如果这件事情没有一个好的方法 那我想大家就闷着头继续 要嘛就是你就不要去碰 不要去做 然后或者是就继续的容忍下去 可是其实这件事情是可以学习的 就像你学很多的专业 你今天要能够成为那个专业领域的专家 你绝对不会是一处可及的 你不是无中生有 或是从零直接跳到一 你绝对是在那个从零的过程当中 你花了很多的时间 很多的心力 去学习 然后学了之后不断的练习 其实在我们的亲密关系也是如此 我真的觉得当我能够去花我的时间 投入在这个领域 它真的是值得的 因为它不只是影响到 你最亲密的身边的这个关系 你可以把这样的一个方法技术 去运用在你所有的其他的关系里面 你先从自己身上开始做起 去改善你跟你的伴侣的关系 你也可以进一步的去运用在你跟你的孩子 跟你的父母亲 跟你的公公婆婆 跟你的岳父母 跟你的兄弟姐妹 跟你的周礼 跟你的教会的弟兄姐妹 跟所有其他你觉得很重要的关系 所以其实这件事情真的是可以学习的 我很谢谢我太太 她在我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 牺牲了她自己在工作上的成就 因为总是要有一个人比较顾家庭 所以当我们有了两个孩子之后 她就比较没有办法加班 在那个孩子还很小的那段时间里面 所以她必须准时下班去接孩子 那我就可以比较多的时间 去投入在我的工作跟我的学习当中 可是还好我后来发现 我如果这样一直下去 我们两个就会走出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路 那也会忽略掉我们彼此的关系 也会忽略掉我跟孩子之间的关系 所以后来花了十几年的时间 我去做这一方面的学习 然后把这个所学的东西 能够真的就应用在跟我太太 跟我的孩子身上 我很谢谢上帝 我也很谢谢我学习的老师 那我也很谢谢我自己 我更谢谢我太太 她在这一路上的愿意去接纳跟陪伴我 甚至她到后来 她因为孩子也比较大了 她也跟着我一起去学习 我所学习的这个亲密关系 亲密之旅 她也很支持我 在我的人生下半场 继续的来投入在这样的一个 助人的工作上面 所以最后我想 如果我的太太有机会 听到这一段的录音 我想跟陛霞说 感谢神赐下你成为我的终生的伴侣 让我们能够在人生的这条路上面 真的互相的成为彼此的那个帮助 谢谢你过去对我的一些 我比较不成熟 过去还不知道该怎么做的时候 所犯下的一些错误 那也感谢神 让我还有机会去 从这个错误当中去做一些弥补 然后怎么去修复 跟孩子跟其他这些重要他人的关系 那希望在我们的人生下半场 我们可以继续的成为彼此最重要的陪伴 让我支起你的手 在等待的岁月中 我已经学会了不绝望 守候着你 我便守候住一生的阳光 梦境会成为过去 一路黑夜要多长 我认识那最早期的迷信 守着朝阳 朝阳下你灿烂的苏醒 什么样的心愿 可以等候三十 什么样的记忆 可以永不遗忘 什么样的思念 可以不怕沧桑 什么样的日子 可以让你不再流泪 让我不再欣赏 让我不再欣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